一轮血色满月悬挂在夜空当中 一道黑影从月下划过 落在暗巫塔族的象征神木之上 此人正是这个部落的大巫师 圣女在利刃之上翩翩起舞 随着月升节奏加快 祭祀进入高潮 曼妙的圣女腾空而起 可就在这时 一支飞剑突然射出 圣女被射中从高处跌落 与此同时 四周高地上万箭启发 数不清的火箭呼啸而下 部迷们惨豪连连 众席兵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出凶效 惊恐万分的紫云碧 慌乱中摸到了一把剑 用尽全力将冲击 拔出 瞬间阴风骤起 不远处原本看似平静的湖水开始翻涌 世代守护这里的老者也察觉到了异象 紫云碧拔出的正是那把封印大巫师的圣剑 慌不择路的紫云碧却逃到了悬崖边 两个无耻的军士紧随而至 为了保住民杰紫云碧别有选择 他十分决绝地跳了下去 此时战场上的飞和狼在漫天的血雾之中 仿佛看见妻子悲伤的面容 紫云碧在冰冷湖水中慢慢失去了呼吸 可就在这时 他的双眼圈又瞬间睁开 守护封印的老者轻功了得 从两个军士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取走圣剑 两个军士顿感这座秘铃十分诡异 不敢停留快速回城 可他们已经注定无处可逃 脸带伤疤的士兵正在骑邻一个公女 公女突然惊恐大叫 随后这个士兵的头就被硬生生地扯了下班 另外一个也被困在大殿之中 正是被附身的紫云碧前来复仇 士兵鼓起勇气向紫云碧发起攻击 却根本不能伤其分毫 瞬间被夺走武器反手一刀 将他一分为二 至此两个无耻混蛋全部得到报应 但这并不算完 紫云碧体内大巫师的冤魂要覆灭整个王朝 才能一寻灭族之恨 女王惊恐地发现 宫外的士卫全部变成了冰冷的尸体 他是新罗王的血脉 他要承担当年的血债 就当要对女王痛下杀手时 幸亏守护封印的老者及时赶到 挡下这致命一击 众多侍卫冲了进来 将紫云碧团团围住 可这些人也只不过是躺臂当车 挥手间就全被震飞出去 紫云碧飞身而起 直奔老者而去 扼住他的喉咙将其甩飞出去 就在这时 飞和狼手持宝剑飞身而至 当他看清紫云碧时 瞬间收招 他怎能舍得伤害妻子 紫云碧看见飞和狼也自曾相识 就在短暂的愣神之际 飞和狼的副将从身后一刀 砍中了紫云碧 老者趁势拔出圣剑念动咒语 这让身受重伤的紫云碧 十分忌惮 快速转身逃走 飞和狼在湖边找到他带了回去 老者布下符咒大阵 只要今晚不让紫云碧 见到承载千年仇怨的血液 就有可能将他体内的魔邪之灵逼出来 可随着血液升空 邪碎之力越来越为强盛 紫云碧体内邪灵还是被唤醒 试图突破法阵 老者使尽全力进行压制 一口老血喷出 倒在圣剑旁 也许是命运使然 就在紫云碧刚刚安静下来 毫不知情的副将破门而入 瞬间法阵被打破 一切努力功亏一篑 紫云碧彻底魔化 飞升而去 原来是女王担心飞和狼的安危 才让副将带他前来 就当他们要再去寻回紫云碧时 飞和狼却被一只冰冷的剑射翻马下 一直有反叛之心的丞相率兵 将他们团团围住 之前那两个加害紫云碧的士兵 也正是他所派 他为的就是分化女王与飞和狼 就在这时 突然雷电交加阴风骤起 紫云碧出现在幽暗的半空中 只见一个挥手间 就有无数士兵倒地 此时这个身体已经完全被大巫师所控制 他要用杀落尽情地宣泄 心中积累了千年的仇恨 飞和狼上前想要再次唤醒妻子 换来的却是冰冷一击 副将飞身而至 用身体护住了飞和狼 女王深知 人间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浩劫 但他却无能为力 举起圣剑 想要自尽 千军一发之际被老者及时阻拦 可就在这时 沾染上女王鞋的圣剑 却在现耀眼光芒 紫云碧的脸上被圣剑的光芒 灼烧出符文的印记 发出阵阵惨嚎 快速飞身而去 灭向血液吸收能量 飞和狼知道这些不可施 错过了可能就要有无数人失去生命 他冲上前去一箭刺穿了紫云碧的心脏 就在这一刻 他再次清醒了过来 可此时一切已经无力回天 飞和狼紧紧抓住紫云碧的手 久久不忍放开 两人同时滴入冰冷的湖水之中 这对苦命的恋人在湖底最后一次相拥 紧接着紫云碧重重地推开了飞和狼 他知道等待自己的是无尽深渊 希望自己的爱人可以好好地活下去 但是飞和狼失去之爱 又怎能独活 最终他握着曾经送给紫云碧的那个心月吊坠 永远地守在了这片千年冰湖畔